Hello大家好,我是一帆,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因为我在一个月之前呢,去牙医那里做了一个牙齿美白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的牙齿变白了 我就想在这里呢,跟大家做一个就相当于经验分享的这么一个视频吧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为什么选择去做牙齿美白 还有我在牙医那里是怎么样的一个步骤 还有就是我在做完美白之后我的牙齿是什么样的感受 这样的一个视频分享 但因为我不是专业的牙医 如果你有非常非常专业的问题 那我可能不能帮助到你 但是如果你是因为之前我说到的那三个原因来看我的视频的话 那你一定会得到你想知道的答案的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分享吧 首先呢,我选择这次做牙齿美白的一个主要原因呢 就是我之前戴Invisal Eye的那个牙医 有给我补我的一颗虫牙 这虫牙呢,就是我的门牙,就是左门牙这里 可是在它补完了之后呢,它补的不是特别好 就是补的那里呢,表面就特别的粗糙 我每次用牙线都会勾到我的牙线 再加上因为它的表面是粗糙的嘛 所以就特别容易藏物纳垢 时间久了,就是我门牙这里就隐隐约约的一条 就是黑黑的东西 就刷牙也刷不干净 我自己就反正挺不舒服的 然后这次去的这个新的牙医呢 它就建议我说,我把我这颗牙重新补一下 但在这个之前呢,它建议我先做一个牙齿的美白 然后再补这颗牙 它的理由呢,就是反正就会更美观了 但是我当时也有考虑到 就是它建议我说先美白再补牙 是不是为了多赚我一次美白牙齿的钱 但又因为Jacky在去年年底 她自己也在同一家这个牙医这里做了牙齿美白 效果非常好 我当时反正挺羡慕Jacky那口白牙的 但这次就因为牙医又提了嘛 也是为了让我的牙齿就是更美观 那我就想说那就试一下吧 我就去她家做美白牙齿了 在做美白的当天呢 牙医是要求我提前一个小时 吃两粒Extra Strength的Alvio的止疼片 她说这样的话就会让我在做美白的那个过程中 牙齿会好瘦一点 让我们干了这杯酒 等我到了诊所在正式开始之前呢 前台先给我一份文件 让我认真阅读以后签字 这个文件呢主要就是给我描述一下 一会我要做牙齿美白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同时呢也跟我就是说了一下 这个牙齿美白的结果呢 是因人而异的 有些人呢做了之后 可能牙齿美白的这个白度很明显 但有些人呢就白的不那么明显 但这些是他们不能控制的 然后就让我了解一下 我就签了字 之后呢就是进入房间开始弄牙 首先这个医生的助手呢 拿了一把就是像牙刷一样 但它是源头自己会转的一个东西 打磨了我的牙齿 这个时候呢我就有感觉到 就是牙上那种沙粒状的东西 但在说完口之后呢就没有了 这个时候我在照镜子呢 我就发现我的牙齿就比之前亮了很多 而且就是牙缝 就门牙缝的那一条黑黑的东西也不见了 之后呢医生就进来了 他就先给我戴了一个防止嘴巴 闭起来的一个胶套把我两个嘴唇都撑开 然后用了一管就是针剂一样的什么东西 就是挤在我的牙龈上 那个东西干了之后呢 它就硬了 它就贴在我的牙龈上 就相当于保护我的牙龈 然后就到了最主要的部分了 就是涂美白牙齿的那个凝胶 医生呢就把那个红色的凝胶涂在了 就是我露出来的那个牙齿的地方 因为美白牙齿也不用 就是美白别人看不见的 就会美白表面上 当我笑起来你能看到的这些牙齿 在每个牙齿上面都仔细涂完了之后呢 医生就把那个椅背调制 让我坐起来看电视 这个时候呢我的嘴都还是这样 就一直这样待着 可能待了有个20分钟吧 因为它需要这个凝胶在我的牙齿上面作用 同时呢这个医生的助手给了我一张纸 还有一个会响的一个表 因为他就说如果万一我牙哪里不舒服 就可以给他们写下来 或者按那个表叫他们 这样他们就可以酌勤 就比如说那些凝胶可以在某个牙齿上面少放一点呀 或者说压根不放 或者说放的时间短一点 他们就会酌勤处理 在我第一次等的这个大概2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呢 我的牙齿是没有一点感觉的 当时我就在庆幸 是因为我的体质不同 就没有感觉 还是因为就是那个Advil止疼片有起作用 我就在想那我可能整个美白的过程 都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吧 那我觉得那这个美不用付出很多代价 但是等到第二次的时候呢 他就又重复这个动作 就是在我躺下了之后呢 他把我第一轮牙齿上面的那个美白凝胶 吸走了之后呢 又开始给我就是涂第二遍 涂第二遍的时候呢 我就隐隐感觉到有一颗牙或者某几颗牙 忽然就是很短促的那种刺痛一下 但是也不会就很长时间 我觉得是可以忍受的 在他涂完了之后呢 我就又坐起来看电视 也是大概20分钟这样的样子 然后等这边的凝胶拿掉之后呢 这个医生的助手就跟我说 你的牙齿已经白了很多了 然后还给我看 我觉得还挺好的 但是因为我已经感觉到就是有不舒服了嘛 这个医生的助手就问我要不要再来第三遍 因为他说他们的病人 他们一般都会弄第三遍 因为弄第三遍的话效果会更好 然后我就想 哎呀我来都来了 那就弄第三遍吧 然后我就咬着牙 又把第三遍弄了 但是弄第三遍的时候 就是最痛苦的时候 第二遍的时候 只是某几颗牙齿 简单的 就是很短暂的这样刺痛 一下就好了 但是等到第三遍的时候 就变成 刺痛 可能有多颗牙同时刺痛 而且时间也会很长 第三次的时候 医生的助手是给我缩短了五分钟的时间了 然后 哎呀但是反正 那十五分钟我觉得我过的是非常非常煎熬的 反正总算是弄好了吧 那个医生助手终于把我的这个牙齿上面的凝胶给弄掉了 弄掉之后呢 他们就会拿那个 就是不一样牙齿的那个颜色来给我对比 就是说我现在做完美白之后的牙齿的白度和我没有做之前的白度到底有多少的差别 在对比的时候呢 这个医生和医生的助手就告诉我说 啊我做的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他们拿他们有的最白的那个牙齿的色号跟我的牙齿比 发现我的牙齿可能比他们有最白的这个色号呢 还要再白一个色号 所以总的来说我的牙齿在美白前和美白后应该有跨越四或者五个白度这样子 同时呢牙也有告诉我 就是说这个白度会慢慢的又再发展出来 就之后呢可能会更白之类的 可是我现在呢做了一个月了 我觉得就没有更白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但不是那种肉眼可察觉的白度 可能就是你做完白是怎么样的白就是怎么样了吧 这个美白牙齿的session算是结束了 但是我的苦日子就正式开始了 因为在做完牙齿美白的48小时之内呢 是不能吃任何不是白色的东西 然后也不能喝就是其他带颜色的饮料 同时呢也不能喝或者吃太热或者太凉的东西 嗯还好那个时候我妈和我小姨都在 所以我妈那个时候呢 她是给我做的冬瓜鸡胸肉 所以都没有什么颜色 我还吃的挺舒服的 喝水这方面呢 因为我平时也不是一个爱喝饮料的人 我平时呢就是喜欢喝温水 也不是太热也不是太凉 所以我对这些吃啊喝啊的其实没有特别纠结 唯一的问题就是牙疼 牙非常的疼 而且它不是某一颗牙疼 它是很多牙忽然那边疼又忽然这边疼忽然同时疼这种非常困扰的 而且它不像是我之前就是做第一个session或者第二个session的时候完全没有感觉或者感觉很短暂 这个牙疼是持续性的 非常非常的折磨人 它没有说虫牙那么牙疼吧 但它就是就那种嗯的那种感觉就一直困扰着你困扰着我 非常困扰着我 就单单这个牙疼问题就让我整个下午都特别特别烦躁 其实医生告诉我呢我在做完美白牙齿之后我回到家 其实可以吃两颗就是我之前吃过的那个extra strength的那个avio止疼片 然后等到睡觉前呢可以再吃两颗 中间好像隔六个小时就可以了 但又因为我觉得吃止疼片没有那么好嘛 所以我就刚到家了之后呢我就没有吃 我一直忍到了下午六七点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就吃了两颗止疼片 可是吃完了以后没有什么用 该怎么疼还是怎么疼 但因为我六七点吃了 我睡觉前又吃不了了 所以我就就硬着头皮上床了 然后那天晚上真的特别特别难受 就是有的时候睡着了就又被疼醒了 然后又很累又立马睡着了 但是又被疼醒 就是那天晚上又好几次 然后晚上呢就没有怎么睡好 等到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呢 开心的事情 就是牙齿没有 就是前一天那么那么有感觉了 还是有那种很轻微很轻微的 可能有百分之十 或者说百分之十五的那种感觉 就完全不叫疼 只是有一点感觉而已 然后等到下午我的牙齿就完全好了 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我在刚做完美白的时候呢 我就在想 我以后再也不受这个罪了 因为太疼了 但是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呢 又看到自己的牙齿白白的 然后又没有那么疼 就我就觉得 还做的还挺好的 我就有在考虑说 那下次要不要再继续呢 我上一期呢也去了牙医那里 把我左边的这颗门牙给补好 所以现在我左边的这颗门牙呢 是光滑的 再也不卡牙线的门牙了 在我补完牙之后呢 牙医也给我做了一个牙套 那个牙套我现在还没有拿到手 但那个牙套主要呢 就是我需要从她那儿再买 美白牙齿的凝胶 这个凝胶当然跟他们给我用到的 是不一样的 我买的这个凝胶呢 是可以在家用的 我就隔三差五呢 要把这个凝胶挤在 要做好的那个牙套里 然后再就卡到牙上 这样呢就是可以维持 我牙齿的这么一个白度 因为美白牙齿呢 不是一劳永逸的 也需要就是自己平时很注意 而且这个每个人就是 牙齿的这个白的这个时间呢 是不一样的 就如果你维持的好 那你可能就 就能白很久 但如果你是那种平时喜欢喝红酒 喝咖啡 喝奶茶 或者吃巧克力 然后吃完了之后 又不怎么样 疏口刷牙的人呢 那这个就是颜色重的食物呢 会慢慢的就染色自己的牙齿 那这个白 可能就白不了那么久了 现在在我美白完牙齿一个月之后呢 我牙齿的所有状态都回到了 我就是没有做牙齿美白之前 也没有很敏感 然后也没有就说 时不时的就是酸痛啊什么的 就一切正常 我的牙齿现在除了更白了之后 没有任何的不一样 最后呢 就来说一下费用问题 我自己因为是第一次在这个牙医这里做 我之前也没有在其他牙医诊所做过 我这次呢 牙齿美白呢 是500加B 但我之前说到的 就是美白牙齿那些凝胶什么的 就是还需要另外付款 我自己的感觉呢 是做的 整个这个过程吧 有点点就是受小罪 如果你自己不是很在意你自己牙齿白不白 你完全可以不用做这件事情 那以上就是我这次做牙齿美白的经验分享啊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同学 我这次呢 会把我这次去的牙医的诊所地址 放在我的信息栏里面 这家牙医呢 是我认识Jackie之后 我才去的 可能去了有大概两年多的时间吧 这家牙医是之前Jackie和她姐姐都一直在去的这个诊所 我不管是这次牙齿美白还之前Jackie牙齿美白 包括我们之前在他们家做的牙齿补牙 还有洗牙 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和Jackie自己付钱的 跟他们家就是没有任何的利益关联 这个视频呢 是我就是自己单纯的想跟大家分享 我这个牙齿美白的这么一个过程吧 我能在他们家里就是录这个牙齿的视频呢 也是我之前跟他们说好了 我说我有一个YouTube的视频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经验 他们才允许我录的 因为我之前我就怕大家会有这样的误解 我去哪里 我都没有跟大家就是发地址 我之前去Facial 还有大家问我去Facial的地方 因为我怕大家会误解 我就没有放地址 但是有很多人来问我 那我在这儿呢 就借此机会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如果我将来就是足够幸运 如果有类似的合作的话 我都会跟大家说清楚的 是合作的就是合作 但不是合作的就不是合作 就希望大家放心 我这里都是非常透明的 OK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就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如果我看到 然后也会解答的话 我就会恢复你们的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谢谢你们的观看啦 拜拜啦 拜拜